记者肖于新台北报道,台湾去年晋升亚洲邮轮第二大市场,国外旅游新起一股邮轮热潮,但国内未有邮轮国外旅游定型化契约,旅客不管提前几天取消行程,恐怕都得赔上全额团费,衍生许多消费纠纷。 为此,交通部预告邮轮国外旅游定型化契约应既在即不得记载事项草案,规定旅行社当天取消行程才需退回所有团费,若提前几天通知退费费用则由传公司说了算,提醒旅客参团前千万要注意契约内容。 观光局业务组专门委员金玉珍表示,目前旅行社办理邮轮国外旅游多以国外旅游定型化契约犯本附加邮轮特别协议输于旅客签约,但两者对于提前解约的赔偿金额规定不同产生许多争议,鉴于今年邮轮市场成长快速,因此希望鼎定统一规范工业者及旅客参考。 金玉珍表示,该草案共有33项应记载事项和10项不应记载事项,主要以民法和国外旅游定型化契约为依据。 金玉珍说明,草案不同于国外定型化契约的项目,包括行程第6项的旅行业,应提醒旅客购买邮轮行程取消等相关保险。 他说,目前市场尚未有针对邮轮产品的取消险,但是邮轮产品价格高,旅客提前预定费先付群额费用。 若取消定位空衍生高额赔偿费,增定该项目是希望提醒业者及消费者,同时也希望能催生该类保险。 另外,此次草案也明定邮轮旅游活动无法成行使旅行业之通知义务及赔偿责任。 出发前旅客任意解除契约及其责任项目,若旅行社当天取消行程就得全额退费。 反之,若旅客当天取消定位也要赔上全额团费。 至于旅行业者或旅客非当天取消行程或定位,旅行社都要在行前告知旅客退费规定,如提前在出发日前几日以前告知就要赔偿几程的旅游费用,也就是说退费规定仍以邮轮公司为主。 金玉珍说,现行退费规定都是在事发后旅客才会得知,但草案规定旅行社需在行前就告知旅客,让旅客有选择权。 观光局表示该草案适用。 与邮轮国外团体旅游Fly Cruise的行程也包含在内,但自买仓房的旅客就不予适用,该草案预告其为60天,若各界无意见就送行政院消保处审议,期望赶在明年暑假上路。